欢迎来到起司推文 每天更新优质完结文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哦 那么正文开始 将军就下一名女子 让我腾出正式的位置 我拿着修书冷笑 顾年武 你有点飘了 你可测千军 而我能遇万鬼 若无我 何来你的赫赫战功 顾年武凯旋归来 带回一名女子 本以为她是个小绿茶 只需吓唬几句 便会阴阴阴地往男人怀里钻 谁知她是个硬骨头 当着顾年武的面就跟我硬刚 夫人大可不必用这样的眼神看我 更不必一口一个外事地称呼我 我是好人家的姑娘 论起家事 只怕陌人比我更清白 啊 我来了兴趣 挑眉道 自我介绍一下 她挺了挺微微隆起的小妇 颇为自信 我叫杜依依 家父乃于成首将杜首义 家父和家兄 卫护于成百姓全部战死 我不愿被负受辱 本欲跳下城墙舍身就义 多亏顾狼及时赶到 将我就下 顾年武一脸欣赏之意 杜家满门中烈 斜斜地罩在她 尚未来得及脱的铠甲上 这身装扮 更把她称得气场十足 仿佛还是那个身姿如松 刚正不阿的少年将军 风吹过 我捋了下病发 盯着杜依依的小妇 不由地吃笑 肃然起敬 进到床上去了 顾年武神色一收 沉声道 轩元香 注意你的言辞 我端坐在正堂梨花木椅子上 一一瞟过站着的两人 真好 有种审问犯人的感觉 那我该说什么 拿出正式的容忍之量 亲切地拉着她的手喊妹妹 劝你给她的名分 然后再挑个黄道吉日 让她进门 让她做你的妾 我自认骂得还行 拿过小翠递过来的茶 漫不经心的细品 谁知杜依依仰起下巴 高声道 杜家之女 岂有为人妾室之礼 我抿了抿茶盏 不屑一笑 痴人说梦 就算我在大肚在软弱 就算顾年武在宠她 还不至于让我把正式之威让出来 毕竟 我是她追求了许多年 三枚六聘取回来的妻 顾年武站在那里 身姿轻俊挺拔 不怒自威 她轻了轻声 我已允诺了依依 让她做我唯一的妻子 茶碗一歪 一出的茶水 险些烫了我的手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一时忘了放下滚烫的茶盏 顾年武上前一把抓走茶碗 往岸基上重重一放 不耐反倒 依依已经被皇上下旨封为县主 她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 难道我要让堂堂县主给我做妾吗 我一愣 看着眼前判若两人的丈夫 浑然一副欠揍的模样 我也火了 拂袖一扫 茶斩碎地 听之爽耳 顾年武 孩子是你让她怀的 关我什么事 自己造的孽就该自己扛 皇上若是怪罪下来 你只需言明自己管不住孽根 把梁家女子搞大了肚子 给那里来上一道谢罪便是 提到梁家女子时 我特意重阴 瞪了杜依依一眼 顾年武现我骂她的心上人 急了 本以为你你是个懂事的 莫想到跟寻常妇人 梅是模两样 一样的尖酸刻薄 毫无容忍之谅 她的家人为了保护百姓而死 你连这点让步都不愿吗 你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亡魂吗 以前她从不舍得 对我说一句重话 如今却毫不客气地 指着我的鼻子 声声质问 杜依站累了 扶着腰缓缓 走向椅子的方向 坐下 俨然已经是当家女主人的姿态 她弯着眸子 开始跟我一板一眼的讲道理 将军在沙场浴血奋战 保家卫国 我的父兄也全都训成 那你呢 见过战场的硝烟吗 听过冲锋的号角吗 见过满目疮仪和雷雷白骨吗 她自问自答 含笑摇头 一定没见过吧 像你这样久居深宅的女人 满心满眼盯着正式的位子 这辈子也就这点格局了 格局 她跟我谈格局 我简直都要笑出来了 就连过年舞都听不下去了 拼命冲她实眼色 我17岁随父披甲上阵 历经大战役13次 小战役不计其数 将犯我边境的营国 打得望风而逃 朝野之人谁不知我的功勋 更不一样的是 我父姓轩缘 我是大梁唯一随母姓的人 我爹爱惨了我娘 不顾世俗的眼光 允许我成了娘亲的姓氏 轩缘二字 不只是听起来霸气 我能够在战场以少胜多 顾年舞这些年 能够百战百胜 都仰仗了轩缘族的神秘力量 我能遇鬼 这一点 就连顾年舞都不知道 如今来了个没提过 刀枪的深归大小姐 也配跟我论眼界短长 我不怒返校 纳摩请问有格局的杜小姐 按照你的观点 我现在应该如何做 自然是收好修书 不哭不闹 离开顾府 她一个眼神示意 顾年舞便听话的 将早就写好的修书 扔到我面前 我草草瞧了一眼 是她的亲笔 墨迹干涸 字还是那摩难看 都说字如其人 顾年舞生得英姿爽朗 眉目如画 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写了一笔烂字 从前在军营中 她总喜欢趁夜 钻进我的营帐 耍赖道 陛下嫌弃我的字难看 奏章你替我写 好不好 成亲时她才告诉我 找我帮忙写奏章是假 故意亲近我才是真 没想到这么快 她又亲近别人去了 我两指来回敲着暗机 只把杜依依盯得发毛 你很会揣摩 人心我开门见山 你说了一大堆 不就是想让我主动离开 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 哪有那抹便宜的事 她出言讽刺 你不会还想夺回顾郎的心吧 我侧手瞟向顾年武 葬了的男人 我不稀罕 她大概没想到我这般决绝 神色间闪过一丝黯然和愤怒 但她终究自认大度 莫跟我计较 事宜我继续说下去 死缠烂打 娶我的是你 背着我跟别的女人私混的是你 提出秀妻的也是你 我嫁给你半年 替你打理府邸 有功且无过 嫁妆我全部带回去 府上财产我要一半 杜依依正要发作 被顾年武冷声阻止 让她说完 修书 改位和黎叔 我顿了毒 补充道 毕竟大多人认为 修书是女子得性有亏的表现 会影响我以后找男人 对了 把我们从未行过夫妻之礼也写上 文言 杜依依惊讶地睁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顾年武 顾年武缓缓地转过头 她眼尾泛着薄红 好像要把我吃了一样 顾年武员是我父亲麾下的一名小兵 父亲嫌她英勇不凡 素有酌见 一路将她提拔到校尉的位置 前年 先皇病逝 心弟登基 心弟想要给我指婚 顾年武抢先一步跪下 道 杨老将军生前遗愿 要末将做他的女婿 请陛下全了杨老将军所愿 杨老将军 就是我那恋爱脑的爹 顾年武还拿出了我爹的遗书 自己看起来很像 心弟在高坐之上 脸色白了又白 嘴唇颤了又颤 只得搭云 我领止歇恩 私下质问顾年武 那根本不是我爹的字 这是欺君之罪 你好大的胆子 你知道陛下会将你指婚给谁吗 我不知道 他把我指婚给谁都有可能 可能是六十多岁的瑞侯爷 可能是丞相家风流浩南色的李公子 也可能是御史家壮如黑熊的二少爷 这位陛下的真实目的 是不想让我长兵了 他要以女子嫁人需掌管内无未由 收回我的兵权 圣旨一出 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我对顾年武只有军中情义 但至少也算一分情义 且他看起来人品不错 生的也养眼 与其嫁给一个未知的人 不如嫁给一个我熟识的人 所以我没有当朝揭穿他 便嫁到了顾府 随我一同归于顾府的 还有我娘留下的万贯家财 我爹留下的幕僚府兵 新婚之夜 他指着苍天与我诉了顿中长后 道 你放心 若你不愿 我绝不强求 顾府以后就是你的家 你在家里是自由的 他对我温柔体贴 也恪守礼数 人人都说 顾将军娶了我 相当于取了一座金山 可不得好好供养着 可何止于金山这样简单 前年秋日 顾年武帅四万大军直奔前线 以少胜多拿下彭古官 史称彭古官大姐 24岁的他 被封为票旗大将军 位列三公 官职可世袭 人人都赞他少年英才 却不知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我 号召万鬼 暗中驻他赢了那场仗 如今的顾年武执掌大军 上朝站在武将第一列的位置 说话举足轻重 上有君王重视 下有百姓爱戴 他什么都有了 又寻到了一生所爱 只需把我赶走 日后便可娇妻在侧 好不快活 杜依依要是生下男娃 还能继承他的爵位 到头来 我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眼前的顾年武 恶狠狠地瞪着我 威胁道 轩缘香 我素日带你不薄 你别太过分 我劈手落下 拿开你的葬爪 顾年武忍着怒火 一字一句道 别挑战我的耐性 赶紧带着修书 滚 杜依依眼纯倾笑 一点女人样都没有 怪不得顾狼不愿意碰你 顾狼都不要你了 你死气白赖的 有什么用 我不要你的顾狼啊 我学着他的语调 也阴阳怪气 我只想要钱 嫁妆我带回 家长我拿一半 修书改成和离书 我立马走 杜依依气得从椅子上站起来 脸色涨红 带走嫁妆也就罢了 顾府的家产 凭什么给你一半 顾年武急忙过去扶住他 柔身安慰 先坐下 别气坏了身子 我开始耐心地跟他们讲道理 你看他 连这点财宝都不舍得 还说你们是真爱 顾年武 究竟是钱财重要 还是他一个名分重要 你们这样赶天动地的爱情 难道经不住金钱的考验吗 道理讲完了 还得再下点猛药 我父乃仙黄玉峰的镇南大将军杨昭 我母亲出身于世家大族轩辕市 双亲虽已顽固 但父亲的幕僚仍给我几分薄面 我一成席了轩辕家主之位 我若这样灰溜溜地回去 向他们控诉你的所作所为 只怕他们一人一口唾沫 就能淹死你 顾年武开始犹豫 我翘着二郎腿 点着桌案 一日夫妻摆扔 不如这样 你让我再当一日顾夫人 我把手上账本财物都交给杜依依 我们算清楚账目 扶上财产 我只拿四分之一 咱们签了和黎叔好聚好散 顾年武犹豫一番 道 一言未定 爽快 杜依依激动地拍案而起 疼得甩了几下手 赞道 我最欣赏干脆利落的女人 我留下一位深长的一笑 起身 头也不回得回自己的院子 鬼才稀罕 多当一日顾夫人 我不过是想把象征着管家之权的印章 多留一日罢了 小翠炎末 我提袖执笔 写了点字 事业 月色正浓 小翠守在院门外 我吸了屋里烛火 盘腿坐于蒲团上 粘纸做兰花状 口中念念有词 不一会儿 一团团白雾从周身升起 很快蔓延了整间屋子 雾气蒸腾 如临意境 白雾中聚集一个黑影 渐渐凝成人的形状 他单膝跪地 请主子吩咐 我指着桌案上的一打纸张 去 把他贴满金城 是 他隐去后 周边白雾便随着他一起消散 一切如初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无征战多年 现哀红遍野 民生多奸 屡屡四肢 彻夜难眉无怨清尽家财 一半冲作劳君之用 一半用于修建善堂 为百姓掠尽绵薄之力 落款 顾年武 一夜之间 我这篇才华横溢的手稿 贴满大街小巷 百姓们聚在一起围观 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感动得老泪纵横 顾将军真是好人啊 好人 是啊 是啊 顾年武确实是个清白的将领 库房里的银两 都来自赏赐和俸禄 没有多余的油水 库房很快就搬了个底朝天 我觉得不够 又带人去正屋 把他的家具搬空了 毕竟我还是名正言顺的顾夫人 府里的人不敢违逆我的话 顾年武下朝回来的时候 正碰上我在抢杜依依的手势盒 这是我的东西 还我 你是顾年武的人 你的东西就是顾府的东西 顾府的管家之权在我手上 所以你的东西 我想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来人 拿去卖了 捐款 他攥着手势盒与我争执不下 哭得生死利解 顾郎 救命啊 这女人疯了 他骂我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 娇嫩的脸上落下五个通红的纸印 没大莫小 这是你对我说话的态度吗 我怒喝 说话间 我的脸上也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男人的力气总是比女人大些 顾年武喘着粗气 眸中燃着熊熊木火 反了你了 他的手都在颤抖 库房怎么回事 外面贴的那些东西都是你写的 明知顾问 我飞起一脚踹在他的大腿上 卯足了力气 他没招架住 后退两步 我捂着生疼的脸 笑得开怀 顾年武 我在帮你转名声啊 你开不开心 告示已经贴出去了 上面盖着你顾府的大印 要不你出门跟大家解释解释 说你反悔了 不想捐了 杜依依扑到顾年武身上 气得两眼通红 顾狼 他故意的 他在报复我们 顾年武犹是不可置信 咬牙道 你不是要四分之一吗 全捐出去了 你一钱也捞不着 我张开双臂 姿态愈发张狂 我宣元家家财万贯 谁稀罕你的三瓜俩枣 我的嫁妆已经连夜运走了 今天捐的都是顾府的东西 以顾夫人的身份捐的 哈哈 你们这对肩夫淫妇 以后就守着爱情和西北风吧 顾年武器的脖子都红了 忍无可忍 抽了随身宝剑 只逼我面门 我侧身一转 避过剑锋 随手折了一条柳枝 与他正面交锋 顾年武情绪激荡 武功招式多有破绽 被我轻松化解 树叶纷飞 扰乱一池碧水 原本歇在树上看戏的麻雀 也呼啦啦飞走了 下人们左右为难 管家跺着脚央球 将军 夫人 别打了 再打这房子就塌了呀 柳枝终究难以与铁器相抗 不过百余招 我已渐渐处于弱势 我退到屋檐边上 脚下瓦片已有松动 我将柳枝志向顾年武 趁他挡招的间隙 从屋顶纵身一跃 轻飘飘落回地面 顾年武也随之从房顶月下 我一把扯过惊魂未定的杜依依 挡在我身前 你刺啊 我威胁 往他脸上刺 杜依依下的紧紧闭着双眼 抖落筛糠 翠 咱走 小翠立刻很有眼色地跟在我身后 顾年武急忙抽回剑 眼睁睁地瞧着我 抓着杜依依的后警 一直退到府门外 我卖了一上午东西 府门外有不少做等低价收购的商人 还有来来往往的百姓 好不热闹 他们低声嘟闹 哟 干嘛呢这是 这不是顾夫人吗 杜依依即便被我擒了也不消停 大声跟人解释 顾将军已经把他修了 顾年武是个要脸的人 走过来时早已扔了宝剑 又装回那副刚正不阿 淡定从容的形象 不错 轩缘是毫无容忍之量 本将已将他修气 轩缘香 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 本将今日不与你为难 你拿着修书离去吧 他把修书扔到我脸上 我把杜依依推过去 他被门槛绊了一下 一个踉呛便摔在顾年武怀中 至亲至书夫妻 一到门槛 惊畏分明 我深吸一口气 骂道 什么玩意 你也赔给我修书 我当着众人的面 将那副修书丝的粉碎 各位父老乡亲 今日皆是见证 顾年武水性洋花 不守福德 如今是我要修了他 我和顾年武夫妻情分已断 此后不共戴天 手一扬 风一吹 那撕掉的修书 散成千千万万片 散了我和顾年武的事 闹得满城风雨 那天我闹力痛厚 带着小翠 潇潇洒洒地离开 刚回到杨府后 末几天 便听说杜一小铲了 彼时我正在院子里的躺椅上 晒太阳 小翠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过来 小姐 顾将军进攻面胜 说小姐胡作非位 导致她和县主痛失爱子 请求陛下严惩 我呵呵两声 挥手让小官退下 翠呀 再来把瓜子 我慢悠悠连连续两把 方问道 陛下怎么说 陛下还没怎么说 边关告急 北营打过来了 怎么现在才说 我扔掉满手瓜子皮 一个鲤鱼打挺从堂椅上起来 陛下不会 还想和谈吧 陛下想和谈 但顾将军坚持出征 最后不得不立下重视 若不能驱逐敌寇 愿以死以泄朝廷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翠依旧一脸凝重 陛下还说 只要顾将军凯旋而归 便将小姐你五花大榜 送到他府上 任他处置 新号人民币 at百分号警号 中北部的小国 经常突袭边境 沿途劫略烧杀 百姓苦不堪言 前年先皇驾崩 朝中内乱 北营就打过来了 我本想带兵一举歼灭 当时的二皇子 也就是现在的皇帝刘景 满脑子想着对付他的兄弟 不同意出兵 将我斥责一毒 女人就该安分手挤 早早嫁人相夫教子 带什么兵 他治边关微苦于不顾 派人签下友好条约 把松城和黎城 白白送给了北营 在我们大梁 割地是奇耻大辱 闻人默克激愤之下 写了影射朝廷无能的诗词 结果都被砍了头 头颅悬挂于北门 乌鸦蚕食血肉 百姓望之声寒 现在 北营又打过来了 我蹲在青石台阶上 抱着手臂苦思冥想 小翠最见不得我受委屈 哼道 顾将军自以为用兵神武 却不知这些年 是小姐在背后默默帮他 要是没有小姐 哪有他的今天 陛下只给了顾将军四万兵马 万一输了 免得被他连累 亲朋听闻我的遭遇 也纷纷前来劝慰 听他们说 杜一现在独守空房 日子过得清苦又心酸 真是活改 我闻之一笑 不再多言 最近捷报频传 顾年武率兵将北营人 赶出奇河地界 又乘胜追击 大军驻扎在松立二城外 兵分两路成脊脚之势 他上奏请求朝廷增援兵马 想把失去的两座城池夺回来 皇帝大手一挥 好 一定要夺回来 但是不给增兵 也不给粮食 顾年武手中只剩三万多兵马 且兵力疲乏 要跟五万多北营敌兵相抗 实在是以卵几时 夕阳落下 暮色渐深 外面的羹夫敲了一声帮子 高喊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我沐浴更衣后 将自己关在屋内 吸了屋里烛火 尽力于捉案前 粘纸做兰花状 口中念念有词 不一会儿 一团团白雾从四周栩栩升起 很快便蔓延了整间屋子 雾气蒸腾 如临意境 冲锋声 马蹄声 号角声 充斥着我的耳膜 我看到将士们架着云梯冲上城墙 被剑弩射穿身体摔下来后 下面的人继续往上爬 我看到战马被砍掉前蹄 士兵从马上摔下来 周围的长脊纷纷指向他 我看到顾年武脸上沾着血 身上的袍子 不知被刀枪划破了几道 他刚刚拧了一个敌兵的脑袋 背上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斗 捉案上 笔墨艳态早已备好 我咬破手指 将指尖血融入艳态的墨汁里 用狼嚎毛笔沾满浓墨 隔空一甩 点点血墨 落于白雾 请客见化作千万鬼兵 他们像傀儡一般 静墨不动 直到我下令 而等今为大梁而战 奉顾年武魏统帅 听其号令 筑其功成 记忆 我手中毛笔一转 万千鬼兵顿时如有了生命一般 跟随着顾年武冲锋陷阵 他们伸腿半倒敌兵 还使唤让他们丢了兵器 他们附身到敌兵身上 让他们双腿僵硬 难以行动 他们站成一排 组成了鬼打墙 把敌兵围困 敌军看不到他们 大梁士兵也看不到他们 但他们默默保护着顾年武 也尽力保护着大梁的每位士兵 很快 战况逆转 顾年武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切 但他具备一个将军的良好素养 握拳高呼 北营犯我国土 土我百姓 天怒人愿 连上天都在帮我们 兄弟们 冲啊 冲 本已颓败的军心再次高涨 杀声震天 此时已经过了三更 我旁观着这一切 眼见时机成熟 寻找着城墙守卫不落处 抬笔画了个圈 再次发号施令 从这里上城墙 进去后 开城门 鬼兵们借着他们竖起的云梯 爬上城墙 很快也有更多大梁士兵爬上了城墙 不久后 城门大开 敌军将领要逃 顾年武踩在马背上 飞身而起 拉足了公母 这一剑足足射出了十丈的距离 力道威猛 十分漂亮 静止插入了敌军将领的后背 北营的兵开始四处逃窜 我再次挥动 占满浓墨的毛笔 轻轻开口 片甲不留 两兵乘胜追击 剿灭残兵 后来 我的身体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眼前的白雾开始慢慢变淡 我的视线也变得朦胧起来 直到我听到了胜利的号角 才放心地晕了过去轩辕一族 可与鬼通灵 每逢清明或者鬼节 我们轩辕族会准备些吃食 烧些纸钱 为养那些尸体无人埋葬 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 世代相传下来 养的鬼魂越来越多 他们自愿为我们效劳 如有需要 我便将他们的同目召唤过来 松离二城距离千里之遥 我无法亲临战场 幸好有我娘教我的隔空欲鬼之术 白雾作目 墨点未尹 产以轩辕指尖血 可隔空欲万鬼 但隔空欲鬼之术消耗太大 不可频繁使用 这次我足足睡了三天 小翠用灵芝 人参 红枣 桂圆等 炖了十全大补汤 逼着我喝了很多碗 小姐 你怎么还帮她呀 小翠不解 我教育她 儿女私情是小 家国天下位大 我岂能为了个人恩怨 让前线为大量奋战的将士们 网送了性命 我带她出门 捷报正好传回京城 外面好声热闹 百姓扼手称庆 京城各处都在传送着 顾年舞的丰功伟绩 夸她是战神 许多店铺打出了边关大捷 全场半价的招牌 学堂里的先生 临时换了课页 教大家被先贤留下的诗句 见外呼传收记笔 出文替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合在 慢卷诗书喜狂 百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八辖穿乌辖 便下襄阳向洛阳 孩子们只知道摇头晃脑的全文背诵 却不知教书先生 为何突然泪流满面 只有经历过民族屈辱的人 才懂得这样的心境 父亲生前曾说 香儿啊 大梁立国不过百年 但这百年来 我们手上未曾失去过 一寸土地守土有责 这是我们的使命 前年大梁割让两城 我在父亲坟前哭作许酒 中原出定 家计蛋糕无翁 我顺路买了好酒好菜 提着去了父亲坟前 我真满酒杯 爹 北营人已经被赶走了 松城和黎城也收回来了 外患已除 接下来便该解决内忧了 我将杯中酒倒在黄土上 女儿毕生有意理想 从前与你说过很多次 你说是痴心妄想 为时魔不能想呢 我不仅敢想 我还敢做 小翠随我一起磕完头 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小姐 外面都在夸心顾的 皇上夏志峰他为一品大将军 凭什么呀他妈的 他付了小姐 他应该死 我起身道 他作为将军 岛江土安宁 护大两百姓 没有错 小翠继续激动 功劳最大的明明是小姐你 他算什么玩意 林间树叶婆娑 清风似乎也能荡敌人的心胸 我淡然一笑 只要天下太平 百姓安乐 功成不必在我 小翠绸出了八字眉 但是小姐 你要完了呀 你还记得皇上说过什么吗 皇上说 只要顾年武凯旋归来 就把我五花大榜送到他面前 随他处置 刘景这话 我记着呢 刘景就是皇帝的名字 这是他私下里对顾年武的许诺 并未宣于明智 但这话能轻易地 我进宫面圣 刘景在明德宫等着我 他远远地看着我 神色奸进有些落寞 顾夫人 终于愿意进宫现阵了吗 我行完礼 轻声道 草民和姓顾的已经恩断义绝 请陛下不要再这样称呼 他摆了白手 平退左右 让人关上殿门 我原来自称臣 但前年被免了职 身上就只剩将军夫人这一层身份 现在我已经不认顾年武这个丈夫 自称臣妇也不合适了 只好自称草民 好大的气性刘景道 还在怪朕不让你带兵 我垂首不渝 昔日威风凛凛女将军 今日可怜兮兮下唐妇 还不能有点脾气了 刘景在殿内夺了几步 也不禁愤慨起来 原以为顾年武为人正直 莫想到他丝毫不顾杨老将军 对他的提携之恩 竟然如此对你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 早知如此 朕说什么都不同意你们的婚事 我抬起忧伤的眸子 方道 有陛下信任爱护 草民变之足了 大殿宽敞 九龙方尊顶中 散发着龙咸香的味道 论起年纪 刘景与我差不多大 许是身份的缘故 他的身上总有一股过早的成熟 就是明明心智还成熟 脑子里就已经装了太多心思和算计 缺乏智慧和稳重 我不跟他绕弯子 索性开门见山 过年武跟别的女人鬼混 草民与他已经视同水火 他若借着战功 请求陛下将我严惩 不知陛下打算如何处置 刘景为难地看了我一眼 叹息一声 郑何尝不想保住你 但是郑也很难办啊 杜依依不是一般的女人 她是忠烈之后 还是郑清风的怀宁县主 你把她的孩子给气没了 还把顾家的家产都捐了 你说你呀 顾娘无手握重兵 在朝中说话举足轻重 就连郑都得礼让他三分 这下他又立了大功 郑怎能不顺着他 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跪下 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 陛下 求您救我 你先起来 他亲手扶我 我吓得急忙收回双臂 后退两步 男女受受不侵 刘景苦笑一声 背过身去不再看我 前年 他轻声叹道 前年朕想让你入宫为妃 私下不过是提了一嘴 顾娘无就在朝上 拿出了你爹的遗书 朕虽是皇帝 却不能不顾杨老将军的遗愿 更不便跟臣子抢女人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竟有此事 若没有他横在我们两个之间 朕不会痛失所爱 你现在又何至于 他抽了下鼻子 罢了 不说这些了 立下 我 我轻咬着唇 用懊悔的眼神看着他 无声地表达我的遗憾 我心里清楚 他一不在我 便顺着他的意思 接道 顾年武竟如此张狂 何止张狂 刘景拂袖 他才26岁 用三万多兵就赢了北营人 荆棘守卫也是他的人 朕怕呀 朕怕得睡不着觉 前年他就敢明目张胆地跟朕抢女人 满朝文武平时帮着他跟朕唱反调 现在他又立下了这样的战功 你知道外面的百姓都在怎么说吗 他们说朕丢掉的江山被顾年武收回来了 简直是大逆不到 他气急败坏 说到最后都破音了 我连忙跪下 战战兢兢 不敢发言 我早先的猜测是对的 皇帝早就容不下顾年武了 怨替陛下分忧 我高声道 刘景让我杀了顾年武 但莫给我一兵一卒 杨老将军给你留下几十四兵 轩辕是家大业大 你顾些杀手埋伏在顾年武归来的途中 伺机杀了他 我向他讨要秘纸 还得补上一句 朕不在乎你是以架之身 我心中耻笑 他可真能算计啊 万一我失手了 顾年武拿出我刺杀他的罪证 刘景就能趁机铲除杨家和轩辕家的势力 万一我赢了 顾年武的死要有人背锅 杨家和轩辕家还是死路一条 皇帝坐收羽翁之力 我走出殿门 看着宫里的四方天空 鸟雀从天边呼啦啦地飞过 燕雀永远不知道红湖的志向 可有时候 偏偏燕雀飞的位置比红湖要高 先皇英明决断 勤政爱民 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儿子 刘景在外敌面前是个草包 但在自己人面前又显得格外聪明 他为了争处 把先皇的其他儿子们都害死了 最后只剩下他一个 逼得先皇不得不把皇位给他 他不思设计 只想着巩固自己的地位 亲小人远贤臣 凡是跟他发出不同声音的官员 都被扁被杀 譬如我 不同意跟北英和谈 他就以女子不能长兵未有 把我的虎符收走了 还顺便逼我嫁了个人 人干的事他是一点不干 想让我背锅 他想得美 我走了几步 突然头昏脑涨 两腿打晃 晕过去了 醒来时天色已晚 刘景允许我素在宫中偏电 我喝完太医开的补气血的药 早早便吹了蜡烛 外面有工人守着 屋内白雾弥漫 黑影再次出现 请主子吩咐 皇帝要杀了顾年五 一晚上时间 务必让天下皆知 是我合一而卧 一觉到天明 今天的朝会时间特别长 鬼拆头子 还是用了我上次的招数 一夜之间 街头巷墨贴了各种手稿 附近周骏也贴了 字迹或潦草 或端正 反正不是我的字迹 皇帝专杀有功臣 下个轮到顾将军 飞鸟进 两宫藏 脚兔死 走狗烹 当今皇帝杀凶士帝 皇位来路不正 官兵去司的时候 百姓们已经都看到了 官府越是极力压制 百姓越是心以为真 无需刻意 这样的消息 就会不进而走 刘景在朝上发火了 刑部用了各种手段 也莫查出是谁干的 刘景下朝后换我过去 质问道 朕要杀顾年武的消息 只告诉了你一人 昨日才说 今天怎么就天下皆知了 皇上明见 我苦住脸道 草民昨天身体不适 承蒙陛下恩典在宫中留宿 未曾踏出宫门半步 宫里也没有我认识的人 草民如何能向宫外传递消息 罢了 刘景铁青着脸 也不可能是你 我小心翼翼地 观察着刘景的神色 道 顾年武手握重兵 如果他听说了这个消息 信以为真 那 不久后便传来消息 顾年武反了 关键是百姓还很支持 他接连拿下基城 一路索向披靡 几位朝廷重臣 和兵部那帮人一夜没睡 被传唤过去好几趟 也没商量出对策 刘景急躁 宣我进攻 明明是他害怕的不行 偏要假装镇定 先吓唬我一睹 宣元湘 你在顾府大闹一场 让他倾家荡产 还害他失去了孩子 你说顾年武要是打到京城来了 最先不放过谁 对 是我 我立刻心领神会 两手伏地跪拜 顾贼犯上作乱 宣元湘愿为陛下赴汤蹈火 再所不辞 他先刨在龙椅上作证 沉声道 正相信宣元将军的能力 总管太监端着小匣子 攻身上前 刘景从里面拿出遗物 道 他可调动非与其六万兵马 京城安防也交由你布置 你可有把握 我稍稍愣了一下 双手接过 在扣手时 底气十足 陈万死不辞 并活捉顾贼 交给陛下发落 他喊我将军 我便改了自称 我心中冷笑 顾年武打仗时 刘景声称 拨不出多余的兵马了 果然是自己偷偷藏了 他看出了我的诧异 特意解释 朕早就猜到 顾贼存了反心 没有将兵马全部交给他 陛下未雨绸缪 实乃民主 陛下 陈还有一个请求 说陛下可否将杜依依那件妇 交给陈楚智 你们这些女人啊 他了然地直指我的脸 笑着大秀一挥 准了 我心满意足地 带着虎服走出店门 时隔一年 虎服终于回到了我的手上 女人又如何 顾年武返了 朝中一个赶接招的将领都没有 最后还不是得靠我 飞鱼其本就是我一手操练出来的 里面的多数将领 或是我的昔日兄弟 或是我爹的幕僚 他们一直等着我回去 出宫后 我先去了趟顾府 顾年武返了以后 顾府就被包围起来了 杜依被人看着 听说日日以泪洗面 我带着陛下的口语 冲进去就让人把他捆了 他被按在地上 一脸不服地瞪着我 我乃忠烈之后 是陛下钦锋的怀宁县主 顾年武造反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掰过他的下巴 一字一顿道 你的父亲兄弟为国战死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他们九泉之下 要是知道你好无廉耻 爬上有夫之夫的床 借着他们的身后 埃荣作威作福 挣脱束缚 把下簪子朝我刺过来 奸声道 薛元香 我跟你拼了 手无腹肌之力的他 如何能与我相抗 我随手打掉他的簪子 阴侧侧的笑道 如今我喂刀组 你喂鱼肉 待本江剿灭顾贼 你就等着跟他们 全家一起下地狱吧 本江会成全你 让你在黄泉路上 当他的正式夫人 我直起腰 厌恶地拍了拍 刚碰过他下巴的手 顾府的守卫 换成了我的人 我把顾年武的七大顾八 大舅也抓了 将他们关在一起 临走时 我特意吩咐 留着他还有用 别让他死了 那附近的人说 接连几天 将军府里经常传来 一个女人凄惨的叫声 刘景给了我六万兵吧 我本以为他要我率军 去跟顾年武对打 谁知他却道 先别管外面了 镇手上就这六万兵 你带着他们赶过去 京城不就空了吗 谁来保护镇 你就负责守好京城 保护皇宫 保护镇 我不能更赞同了 一脸崇拜地拱手 陛下英明 我在四道城门 都换上了可靠的人 皇宫更是围了 里三层外三层 刘景才刚安心了一些 就传来了顾军 距离京城不到百里的消息 他经坐起 什么 快 快传轩辕将军 当时我正在殡葬店 老板问我买 纳摩多纸钱做什么 到底卖不卖 卖卖卖 我的鬼兵们 这些日子劳心劳力 可不得好好犒劳犒劳他们 虽然改朝换代 免不了流血和牺牲 但同事操哥 是我极不愿意见到的 不管是顾年武的兵 还是奉旨反抗的周郡将士 哪个不是大梁的百姓 我要尽己所能 避免更多伤亡 所以这些日子 就苦了那些鬼兵 顾年武的仗 打得很顺利 有的城门守将主动投诚 愿在顾年武麾下效劳 有的百姓直接捆了当地守将 打开城门 也有些将领顽固不化 非要负于顽抗 我便让鬼兵在暗中 做了些手脚 顾年武功成这日 我让心腹牢牢看守着刘景 杜依依身穿一袭白衣 被人压到城墙之上 我也站在高墙之上 身穿银色盔甲 手持红银枪 红色披风在寒风中烈烈作响 城墙下的士兵列队整齐 卫手的将军 骑在高头大马上 仰头看我 站在我身边的 中郎将士刘景的耳目 他大声喝道 顾贼 你顾家老小都落在我们手里 赶紧速速投降 我数三声 你不降 我就杀一个人 这是我跟他提议的 用顾家人的性命 威胁顾年舞 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为了博取他的信任 我不得不做戏给他看 许多事办起来 都束手束脚 我目视前方 无奈地摇摇头 好声锅躁 接着便有人拔了剑 抹了他的脖子 那中郎将倒下时 眼睛睁得很大 用手指着我 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就被拖下去了 今日是个大晴天 秋高气爽 天高云阔 我深吸一口气 觉得心情好声舒畅 我扶手 对他微微一笑 顾年舞 你来了 声音很轻 但他听到了 他也抱之一笑 冲我汗手 顾军严阵以待 我的六万精兵 也在等着我的好力 许多人诧异地 看着我们的反应 我们应该像杂毛的公鸡一样 一见面就开撕 我应该把刀架在 杜依依的脖子上 逼他进退两男士兵 大声喝道 两边将领无人发话 没有人轻举妄动 几万人的地方 静得只能听见 天上鸟雀飞过的声音 北营犯我边境 屠戮百姓 顾年舞将军驱逐敌寇 收回城池 学我大梁之池 我顿了毒 反问道 谁敢说他是叛贼 要说大梁之叛贼 坐在金殿上的流井 便是第一人 众人哗然 震惊地望着我 这话倒是说到了顾兵的心坎里 短暂地呆愣后 他们握着拳头喊道 我们将军保家卫国 皇上却要杀了他 凭什么 对 我们不服 有人质问我 宣元将军 你父亲杨老将军 一声效忠陛下 难道你也要反了吗 并非效忠陛下 我纠正道 杨家的祖训是 护国安邦 前年北营人犯我边境 本将上表请求 挂帅出征 可陛下却收了本将的虎符 让非与其去充当劳力 修建行宫 我一言激起 非与其兄弟的万千愤慨 他们纷纷摇起呐喊 我们是在战场打仗的 不是给皇帝建园子的 顾年舞用剑鞘 指了指城墙的方向 诸位 可知道杜老将军 是怎么死的吗 我早已让人 给杜依依松了绑 他今日素衣脱簪 如若柳斑站在风里 如一只清冷绝尘的白鹤 我叫杜依依 家父乃于城守将杜守义 家父和家兄 卫护于城百姓全部战死 我不愿背负受辱 本欲跳下城墙舍身就义 多亏顾将军及时赶到 将我救下 这样的介绍 同我第一次献他时 听到的一模一样 只是他把口中的顾郎 换成了顾将军 诸位 家父家兄并非战死 于城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一旦被攻破 寇贼便可挥军而下 会有更多百姓遭到屠杀 于城被围 城中粮草断绝 迟迟等不来援兵和粮草 家父死守15日 敌寇来袭时 他们已经饿得莫力气了 他们拿不动兵器 被敌寇一寸寸弯了肉 在场之人 听之愤怒 闻之落泪 一切都是我的计划 顾年武手握重兵 战功赫赫 我父亲幕僚众多 我又继承了母亲的 宣元氏家主之位 我和顾年武的亲事 是强强联合 早就引起了刘景的忌惮 即便食魔都不做 也会招来杀身之祸 顾年武一开始 死活不同意我的计划 把你独自留在京城 我不放心 成亲前你答应过我什么 家里的事都听你的他委屈完 又开始婆婆妈妈 别跟刘景硬来 我给你留了一只暗卫 万一事情不顺 自己先脱身 我笑道 好 杜家人因刘景而死 杜一恨透了皇帝 二话不说 就答应帮忙 怀孕是假的 被弃的流产也是假的 刘景多疑 为了把夫妻反目 演得像那么回事 我们不惜散尽家产 互相大打出手 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只有这样 刘景才肯信任我 放心地把兵权交回我手里 我特意把顾年武的亲戚 和杜一圈进在一起 派我的人日夜看守 就是为了保护他们 让顾年武没有后顾之忧 顾年武做这些的初衷是自保 我则不尽然 我在父亲的坟前说过 我毕生有意理想 若君王盛名 我愿尽己所能 守护四海 若君王拥鹿 不如就由我来做人上人 我要做江山的主人 让这天下变成更好的天下 点亮万家灯火 让到花香里传来孩子的笑声 他们本以为 今天有一场水火不容的大战 宫里迟迟没有听到动静 刘景派李丞相出城查看 他踉枪几步 沧桑的老手颤巍巍地指着我 轩辕香 你也要造反吗 为时磨不呢 我歪头 顽皮地冲他眨眨眼 我就是要造反 顾年武的目光一直站在我身上 对我宠溺一笑 夕阳照在他的盔甲上 整个人像夺了一层金光 我给富将使了个眼色 他道 开城门 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 顾年武没有立刻下令进城 策马上前几步 拽着马儿的缰绳 仰手笑问 夫人不同我一起吗 那是匹千里马 名幻小五 我起的名字 我为难的看一眼杜依依依依 他陪我演了这么久的戏 名声不太好了 我不大放心 他柔声道 去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城墙高两丈五尺五寸 凭我的武功 直接跳下去 绝无性命之忧 但是会不太好看 落地时办一下 或者直接跪地上 都有可能 顾年武大概猜到了我的顾虑 张开双臂 夫人 我接着你 好 我纵身一跃 红色的披风扬起 他同时从马上飞升而起 将我稳稳接住后 又轻松地落回马背上 一只手估着我的腰 另一只手拉着缰绳 带着大部队缓缓进城 啊 这 他没打算让我下来吗 我又不是没有腿 刘景这两年作威作福 早已不得民心 百姓家道欢呼 迎接雇军进城 通身雪白的千里马 缓缓迈着步伐 朝宫门方向进发 李丞相年纪大了 我们都没舍得动他 只是扣下了他的随从 他不会骑马 只好一个人 吭哧吭哧地 往皇宫方向跑 正好跟我们同路 正好跟我们骑马一个速度 他一边跑一边 在旁边骂 你们两个狼狈未奸 诳骗陛下 即便得了皇位 也是来路不正 轩缓湘 先皇不计较你是女流之辈 让你领兵打仗 你就是如此报答先皇的 顾年武 老夫一直以为 是你是个政治君子 陛下的一些做法虽然欠妥 但你不能造反 你知不知道 我不自然地动了动 对顾年武道 你别抱得这么紧 嗯 好 他把手松了一些 但莫完全松 我又嘀咕 你刚刚干嘛 当着那摩多人的面 喊我夫人 私下喊你 你又不搭理我 我一把拍开他的手 酸不拉几的 你还是别说话了 他只好乖乖闭嘴 他安顿好松城 离城后 就听到了朝廷 要杀他的消息 军中人人愤闷不平 道 将军 我们在这卖命 狗皇帝却过河拆迁 不如反了 那就反了 从边境一直打回京城 一路风餐露宿 顾年武比离开时 显得沧桑了些 连胡茶都没来挤挂 他一说话 下巴就蹭在我的耳朵上 呀 我这些日子 也严重睡眠不足 前晚黄陵炸了 整个山起了鬼火 红通通的一片 住在那附近的老百姓都看见了 他们说这是刘景无能 先祖降醉来了 轩辕家的祖坟不远处是田地 今早有农民去除地 远远看见轩辕祖坟上冒了青烟 走近一桥 竟捡到了一颗千年灵芝 百姓们欢呼着 也不妨碍聊聊这些奇特剑文 口耳相传 这都是我的手笔 皇宫早已被我的人包围 最精锐的禁卫军 虽想与我们抗衡 但前有刘景已经被拿下 后有我和顾年武的九万大军 他们反抗也是徒劳 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但凡改朝换代 总是有人人志士 站出来高呼舍声就义 宁死不响 譬如那位德高望重的李丞相 我打断他的话 道 若说我抢了刘家的江山 那刘家又是抢了谁家的江山 周哀宗一招科正库立横行 梁高祖皇帝在乡下揭干而起 才有了大梁挤朝的安宁 如果我有罪 纳摩高祖皇帝同样有罪 自古至今 朝代更迭 长则二三百年 短则不过百年 从来都是民主代替昏君 新天下换了就天下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一番话把李老头对得哑口无言 我让人把八大营统领吕迅带上来 昨儿半夜我就派人将他擒了 他的心腹手下也被抓了个措手不及 他唾了一声 骂道 要杀要寡西听尊便 老子绝不像你们这些阴险狡诈的小人低头 阴险狡诈的 不是你那位皇帝主子吗 我反问 刘景正缩缩在角落里 被两个士兵扣押着 脚上的龙靴还掉了一只 我徐徐道 陛下让我守卫京城 私下去给吕统领下了秘纸 等我击退顾年武之后 趁乱杀了我 把我的死栽赃给顾年武 吕勋吃惊地望着我 陛下给我传秘纸时 只有我和陛下在场 你如何得知 他这样说 便是承认了 在场的许多将领 曾跟我出生入死 有些是父亲的幕僚 还有些官员 与轩缘家沾亲戴故 我身为轩缘氏家主 被皇帝这样对待 他们纷纷站出来 为我鸣不平 你就这魔容不下功臣 我朝着刘景怒吓 刘景两眼通红 不屑地冷笑几声 事已至此 他知道多说无意 陛下 你说你啊 你怎么 哎 李丞相怒气不争地指着刘景 无奈摇头 转而看向顾年武 喂 这就是你要当皇帝的理由吗 不是 顾年武道 本将只会领兵打仗 不会当皇帝 李丞相认可的点头 我家夫人更适合做皇帝 李丞相的眼睛瞪得像同龄一样 是的 想当皇帝的人是我 我诚恳地望着目瞪口呆的大臣们 何来女子当皇帝一说 李丞相气得吹胡子瞪眼 拂袖道 简直胡闹 顾言武长身欲力地站在一旁 言简一该 从来没有过 不等于不可以 从前也没有女子领兵一说 先皇不拘一格用人才 轩原将军在战场 打过无数场胜仗 不输于任何男子 可见单用性别就定义一人 不仅狭隘 而且愚蠢 他好像突然想起了有趣的是 漂亮的瑞凤眼一一扫过在场的人 笑道 听闻本将要攻入京城时 诸位大人不也是龟缩起来 让女流之辈的轩原将军去迎战吗 他们垂着脑袋 羞愤得不敢说话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 恰好对上顾年武望过来的目光 他顽劣地冲我眨下眼睛 好像在要求我的表扬 乾坤已定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跟你们多费唾沫心子 也莫必要了 难忘救主的 可以过去陪着刘景一起 下半辈子蹲大牢 也相互有个照应 自认清高看不惯我的 或者想通过做官捞油水的 趁早离去 你们若想继续好好当官 就留下来 如果谁将来再拿我是女子说事 我一箭消了她的脑袋 空旷的大殿安静了许久 有些人默默摘下乌纱帽 走了 剩下的人已经下定了决心 李丞相虽然还是 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 但也没有走 顾年武朝着我的方向 单膝跪地 臣 恭请夫人登基 其他人也跟着跪下 呼喊声响车还宇 臣 恭请陛下登基 我是历史上第一个女帝 顾年武其实也是想当皇帝的 我很光明磊落 要不这样 咱们和离光明正大的争一场 谁争赢了算谁的 她一听 决定不争了 但她给我开出了 极为苛刻的条件 立她为皇夫 后宫仅她一人 不准设三宫六院 我哀声叹气地答应了 顾年武纳闷 虽然我们计划周详 理应外合 但比想象中实在顺利太多了 我打仗也莫打得这么顺利过 简直就是 有如神注 她说是神 哈哈 我召唤的明明是鬼好吗 我忍君不禁 这样不好吗 她知一合看我 目光中带着探究 就算别的都说得过去 你怎么知道 吕勋背叛了你 你怎么知道 刘景给了她杀你的秘址 嗯 我宫里有人 我查过 莫人她确定道 你甚至懒到 没有在宫里安插一个眼线 安插什么眼线 劳民伤财 我有我的鬼鬼们就够了 他们不止能做我的刀剑 替我砍向敌人的腹背 还能做我的眼睛 做我的耳朵 夜深人静时 他们潜入那些大人们的官邸 听他们对朝廷的态度 大多数官员早已对刘景不满 说皇室一族 要不是在他这一带断了血脉 说什么都不会让他当皇帝 而那些拥立刘景的 多是谄媚妻主的小人 一旦潮局动荡 他们的头比谁低的都快 所以根本不足位率 顾年武能率千军 我可遇万鬼 我们这样的两个人 就该株连避和 那日最让我心寒的 是廖大学士摘了乌纱帽 他说不愿为我这样的叛贼 效劳 虽然很遗憾 但是 罢了 我不喜欢愚中的臣子 格局太小 明年我恢复科举 招贤那才 让朝廷不断地有活水涌入 定是一番新景象 小翠过来添了茶水 问道 陛下 如果这一切 不是你和顾将军的计划 你们真的反目成仇了 你还会耗费自身灵力 遇鬼帮他打仗吗 我道 会 即便他打赢了仗 会仗着军功 请求陛下处置你 你也会吗 我依然道 会 在父亲坟前时 我给小翠讲了些道理 个人恩怨是小 家国天下是大 这是原则 小翠两手 托着软乎乎的塞帮子 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幸亏遇鬼之术 是由陛下掌握了 假如 我是说假如啊 假如掌握遇鬼之术的是北营人 我们岂不是输定了 我抿了口茶 不会 你知道战场上 替我们打仗的鬼魂 来自哪里吗 我放下茶盏 小翠摇头 他们是在战场上 死去的大量将士 替我们征战的 是我们自己的兵 即便北营人懂得遇鬼之术 我们的将士 活着的时候 为家国而战 死了也不会听他们的命令 竹类堆了好高 夜已经过半了 小翠给我披上外肠 陛下 你真的不去看看皇夫吗 啊 你跟皇夫说 不准他来打扰你 你批完奏折就去找他 他一直在亮着蜡烛等着 看起来很忧怨 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求我来提醒你一下 我眨眨眼 好像是有这模回事 但这话我是白天的那说的呀 现在都大半夜了 我去找他成何体统 我正色道 小翠嘖嘖有声 成亲两三年还没远房 像话吗 我挠了挠头 谦虚请教小翠 你的意思是 我们必须要远房吗 小翠开始给我分析 以前和皇夫成亲 是为了躲避废地自婚 嗯 后来皇夫经常出征 你们去少离多 但他每次回府 风尘扑扑地就去献你 还给你带特产 是 但你还记得那次不 你们花钱月下回忆起从前 你喝了点酒 微醺地躺在他怀里 都亲上了 不记得 我假装镇定 脸长得通红 后来姑爷 可 皇夫把你抱回房里 我瞧着气氛差不多了 都准备去烧热水了 谁知废地突然下旨 让皇夫连夜出征 平定西南叛乱 皇夫再次回来 就把安宁公主带回来了 你们两个开始演戏 把翠翠我都骗了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子 之前我差点 就对顾年舞动心了 但是后来演戏演得太投入 我就忘了这回事了 安宁公主就是杜依依 我认她倒妹妹 哦 哦什么 小翠把我从龙椅上拽起来 冲着外面喊道 来人 被撵 陛下起家永复宫 我半推半就的 被小翠推进了顾年舞的宫殿 顾年舞身穿越白色中衣 身姿齐长 俊美无丑的脸庞 在红烛之下 多了一层朦胧美 看到我的那一刻 她的眼睛似有星火闪烁 我轻咳一声 尴尬道 那个啥 正是来宠幸你的 星火燎原 她将我一把抱起 压在柔软的大床上 喘息粗重 我很害羞 但我是皇帝 面子不能丢 我翻身把顾年舞压下去 挑起她的下巴 呃狠狠道 是正宠幸你 明白吗 她脸上的笑意欲深 好